越南排华暴动两天之后 大陆也正式的向越南提出 严正抗议跟强烈的谴责 大陆外长王毅是在昨晚 紧急的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来通电话 那么范平明表示说 这个越方呢 对当前事态高度重视 已经逮捕到了一千多名的嫌犯 同时将依法呢 来延传这些犯罪分子 那么越方也将采取一切措施 保护在越南的大陆人员跟机构 所以目前事态应该是趋于稳定的状态